可是后面还有一堆 像食品、塑胶、纺织等等的 这个清单的话基本上 你可以从Yahoo的股市上面这边当日行情 你把它退出到外面这边其实就是这个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清单 把它当成是一个串列 你会发现其实它可以把这个当成是它的参数 丢到后面之后就可以产生它要的 不过你会发现后面这一串 C等于后面这个到M的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水泥两个字 可是你会发现它放在上面之后 奇怪为什么变乱 因为它有经过什么 经过URL的encoding 就是那个网址它就是会有经过编码 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变乱码了 因为它重新又用它的方式做编码 OK 那所以怎么办 我们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可以就像刚刚那个热透彩一样 1到60页一样 快速的把1到60页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是那个叶码1到60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是这些类骨 那如果说我今天可以抓水泥 那我也可以抓食品 只是说如果说我不用这种串列的方式来抓的话 那势必就是很麻烦 我变成我要一次执行 然后换一个网址 然后又换 这也是蛮麻烦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 可以彻底的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全部通通一口气的全部抓下来 那这边的话第一个 我们可能就需要什么 在这个开头的地方 多增加一个叫stack的一个串列 然后把这个名称通通放过来 我刚刚是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上面名称放过来之前 其实我可以先用编辑器吧 因为前后要加那个双引号 然后中间要加豆点 所以可能会需要编辑一下 你就把它贴过来 不然好像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有个清单可以读进来 可能没有 可能是直接要把它变出来 第一步的话也许先放在这里 那第二步的话当然 我们就是 再到这边 用一个回圈 把这一个名称一个个读过来之后 丢到哪里呢 丢到后面这边来 让它可以c等于 这个地方可以丢一个名称给它 但是可能还是要经过那个URL编码才有办法完成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一下 这边的话我多增加一个东西 可能外部还是需要 import一个所谓的URL的 encoding的工具 把它做encoding 再丢就OK了 另外的话底下刚刚其实也大同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其实用两个find all 一个是find table find到这个table 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table 所以是第五个 我们用中瓜无视 然后再把这个table里面的所有td抓出来 因为底下的每一个类骨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如法炮制一下 只是说后面该怎么套用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在上面加上一个串列好了 然后待会再跟各位讲 怎么样在这个串列把抓到的这个名称放到网址的时候 所以它也可以正确的被握址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然后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我 其实理论上可以克服一个问题 比如说C等于 假设我可以直接把什么 把水泥两个字直接加进来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搞定 比如说我可以 C等于水泥 然后C等于食品 C等于塑胶 那这样有没有 就可以把所有类骨都带出来 那就非常简单 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 我把他指引给各位看一下 他马上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错误 因为他看不懂 这个List,Index,Auto 意思是说他其实里面是找不到东西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编码 跟那个网址上面的编码 其实是不同的编码方式 所以如果我直接丢一个水泥两个字给他的话 那也是UniCode UniCode 那会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我要让他可以看得懂的话 第一步 也许我在这边先做一个demo 如果说我要让他看得懂的话 第一个我先把那个水泥这两个字 先丢给S这个变数 然后后面的话我就串在后面 可是串在后面的之前 之前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用另外有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话叫URLab URLab 这个URLab做什么呢? 串接这个URLab就是专门针对URL 它的一些编码方式做转换的一个模组 那里面的话它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我们需要用到它里面有一个叫Path 的一个方法 这个Path里面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叫什么Qcode 这个方法 那里面的话总共必须要透过这个方法做什么 我们丢一个字串给他 所以S给他 后面的话记得还有一个 帮我encoding 帮我转换 转换编码成什么呢? 网页一样的编码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网页里面 就是CP950的话 记得encoding后面你就加CP950 那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编码方式 转换之后再放到那个网址上面去 串给他之后 他就可以看懂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这一个 直接给水泥两个字 他就出错 但是如果你转型 转成这种编码方式再丢给他的话 诶,试一下 如果可以 那是不是说以后 我就把那个串列里面的那个字串 丢到这边来 他就可以乱 那不就每个每个都可以出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也是个关键点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没解决的话 那后面呢 应该就没办法 不过跟各位讲 如果他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参数名称 参数的词 我印象中如果是英文或数字 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中文 就要转码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 OK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以后那个参数名称是英文 就大概就就比较好解决 可是如果是中文就遇到类似这种情况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也就是说呢 有没有,现在就有了 OK 所以关键地方 特别注意 就是这一串 这个东西 就是要先 import一个URLab 这个是内建的 你不需要安装 然后利用URLab里面的这个Path的方法 然后一个Code的这一个 再把这个括弧里面丢两个参数给他 一个是 你要丢给他的一个字串是什么 就是你要串在后面的参数 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利用PHP写的 然后问号 后面参数名称叫C 等于后面要给他什么值 就是这个转型之后丢给他的 就是水泥两个字 OK 应该我在想说 第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写的环境是Youtube 8 但是Yahoo的是CP950 所以你丢给他 势必会发生错 我把它转型之后 而且转型还要牵涉到用URL方式转 你不能用其他方的转 不然会失败 OK,那丢给他之后OK 然后再来的话思考什么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成一个 所以如果假设我今天不是水泥 我是食品的话 食品 有没有 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马上变动 如果今天又喂给他其他的 塑胶 塑胶就出来了 是势必说我一个 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 对应到之后的话 那每一个类骨不就全部下来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点突破的话 那应该就简单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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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